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問大家就是 當女生對這個男生 就釋出很多的就友情 就好意這樣子 男生很容易就是以為 誤會 我喜歡他 你們覺得會這樣子嗎 請舉牌 來 請舉牌 對 一次都舉圈 難得 張家綾藍兵都認同 好開心喔 連許常綾藍都認同就難得 對啊 連笨蛋都應該知道 對 對 沒接受得到這次 真的嗎 Judy 你有被這樣 錯覺 誤會過嗎 有 而且我還被我老公點 對 就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不曉得 因為其實以前我會覺得說 沒有男女區別 因為我已經有伴侶了 所以我不會分說 你是男的 你是女的 所以有時候吃飯或幹嘛 我會有一個習慣 就是譬如我看到甄莉 好久不見 嗨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拍 可是對我來講 我是一個友好 表示我跟他很熟 後來我就回去以後就被罵 凡哥就想說 你知不知道你這種 有手的這個接觸 或者是有時候 我會跟人家講話 我會說 然後呢 拉過來 對 這樣子 他說這個舉動 對男生 如果他也有意思的話 你們很快就會有 是喔 火化 對 因為我老公也跟我講過這一點 因為我以前也是喜歡這樣 他就說 因為你這樣對人家 人家就會覺得 他可以這樣對你 對 所以你們兩個就會這樣 對來對去 對來對去 摸著摸著 最有感覺 你在罰恨 真的啦 可是在做的人 是沒有感覺的 我自己不知道 後來 被他講完之後我就知道 原來男生會這樣 所以我其實都有時候 會就是控制 不然以後 以前我覺得沒什麼 我真的會這樣 我也會 因為我有的時候會很熱情 我不管是男生 女生 就合作過 我一定會擁抱 對 但我不知道這個事情 到底會不會讓人家誤會 因為我是真的是熱情 就是男生 女生 我沒有再覺得 因為我覺得我有男朋友 然後大家都知道 我覺得我的抱是友善的抱 對 是安全的 像我們看到朋友 很久沒見 男的樣子 有時候會這樣抱一下 我老公就說現在怎麼樣 只准周冠放火 不准百姓點燈 真的 因為妳老公第一次 是也要抱的意思 對不對 沒有 因為他是不可以 跟人家有肢力接觸 對 荒蟲標準 所以說就是傳統婦女 道德這一塊真理 其實也是沒有太遵守 就是妳也想說是抱別人 我不是沒有遵守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那個氛圍 在哪裡 我自己拿捏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氛圍 不是你們自己覺得 因為你跟人家結婚的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對方的感受 所以會不會讓他引起人家吃醋 是因為以對方的標準為主 而不是你做的事情對不對 是 因為每個人 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們關心 有些人吃醋是不由自主 就會被挑起來 那個東西不是說 別人都那麼不容易 你為什麼那麼容易 不是這樣來爭論的 但永遠爭論不完 你還想要 他就是這樣的標準 容易 你就要再 可是我覺得男生很討厭的地方 是你真的攤開跟他講說 那你的標準在哪裡 他就說我OK的 我沒事 都很大氣 可是當事發的時候 他就變得很小氣 像我就會很明白的 把我底線秀出來 像我就很 你的底線都沒有底線 有一點底線 我的底線其實很簡單 就是說你的穿著 就是你的穿著 你的穿著 譬如說 譬如說你是我的太太 你是我的太太 你面對我 你甚至裸體都是OK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去跟Paul 你跟Paul不熟 裸體喔 不是 你跟Paul不熟 嚇死了 那你就不 像我太太有時候就會穿 夏天就會穿牛仔的短褲 OK啊 那我是覺得不OK 因為你是短褲 然後又有破洞 就是有拉去 而且那褲子不昏的有型 又拉去的 但是你看Paul不熟 而且你們是去聊 譬如說經濟通告這一塊 你穿這樣子我會覺得 我要曬腿啊 那其實可以去游泳池 你可能至少要穿的 譬如說像甄莉這樣子 我想 你這樣都是漏太多 對 太多了 這樣就是 像阿浩的把握這樣 就我覺得那樣子是 不禮貌 而且我會覺得 對方會想很多 那為什麼你每次看 你出去吃班 都一堆女生都穿短褲 我什麼一堆女生都穿短褲 我工作啦 因為現場都很熱 大家都穿短褲很正常 嚇到你了 我先去解釋一下 我們拍戲很多現場 都穿短褲 吃班都是穿短褲 沒有 因為它這個 因為它這個標準 因為很多人 不管是夫妻或是男女朋友 都會在這個點上變得很嚴重 因為就是 永遠就是彼此都不再信任了 因為整個 沒有那麼嚴重 許昌德 就沒有辦法討論 因為一討論這個就會爆炸了 對 為什麼會第一個爆炸 那時候 譬如說 大家跟你講的時候 我有這種感覺 這是我的底線 你就跟他講說 你這底線會不會太幼稚 就沒得談 所以你要記得說 他願意把你很清楚 告訴你的底線 你就要覺得說 這個很真實 已經很棒了 因為一般人講不清楚的 對 你那是在稱讚我嗎 對 真的破天荒 難得 因為吃醋這件事情 也是不由自主的 你不能告訴人家說 你不能吃醋 不可而已 對 不然你就不要結婚 也不要跟人家 長哥老師講得好好今天 真的 可是我覺得 還是有在毒臭我的感覺